根据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资料 负北极震荡显著 预期台湾寒冷天气将持续到明年一月 但台湾只位于冷空气路径的边缘 暂时不会发展成霸王寒流 常被误写为负北极震荡的负北极震荡 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成因该如何解释 也让许多不想错过机会教育的老师 家长关注 霸王寒流来袭 负北极震荡的成因是什么 让我们先从北极震荡 Arctic Oscillation开始认识 根据中央气象局数位科普网分享 北极震荡是指北极与中纬度海平面气压场 呈现反向位的震荡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冬天北极圈中的北极寒风 试图南下入清温带地区 然而环绕北极 风速强劲的气流 急风喷流 能限制北极寒风的行动 当急风喷流强盛时 代表急区的气压比较低 中高纬度的气压比较高 北极寒风只能待在北极地区 北极寒带的冬天也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 而北半球温带的居民 就会有一个温暖的冬天 这种现象称为正北极震荡 相反的 一旦急风喷流 被北极寒风突围 冷气团就会成功往南铺 形成负北极震荡 这就是负北极震荡的成因 北极寒风与急风喷流 北极寒风突破强劲及圈喷流南下 赴北极震荡效应较强时 当年份北半球的冬天 也会较易出现极冷天气 例如2016年的霸王寒流 不但寒流强度强 又正对住台湾来 让台湾变得超级冷 是什么原因 让气温持续流滑梯 气象局也制作北极震荡动画影片 让师长们科普支持时 能有更视觉化的选择 北极震荡与全球暖化有关系吗 北极震荡的成因 在科学界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它可能是地球大气内部的自然律动现象 也可能是受海温变化所影响 但根据环境变迁研究中心 许晃雄研究员于台湾气候变迁 推估资讯与调试知识平台的知识专栏 全球暖化的极动世界指出 最近研究发现 全球暖化趋势下 热带甚至中维度海温上升 以及区海滨融化 都可能让大气扰动变得更剧烈 将更多暖空气与水气 往高维度地区传送 同时也导引更多冷空气 往低维度地区移动 结果就是极区变暖 中维度变冷 中维度地区极动的发生几率变高 人为全球暖化 使得极端天气更剧烈 更频繁 我们仍要避免继续让地球升温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